街友跟问奖爆发了冲突 就在昨天上午有一名继承车司机 在基隆火车站准备要再客 看到一名喝酒的街友大声喧哗 于是上前劝说 没有想到对方却做事拿酒瓶要打人 司机拿出板手防身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索性警方及时到场 没有波及到旅客 不过这两个人都被依法带回警局政办 金融火车站前 一名街友拿着酒瓶横横往墙壁摔 玻璃酒瓶瞬间碎裂 小黄驾驶怒气冲冲的拿着板手 因为他看到这名街友带着罪意 在基隆车站前 上前劝说没想到下一秒 街友拿着酒瓶靠近做事要打人 也从后车厢拿出工具防卫 他刚刚打到你的头了是不是 没有 他是扔强地 他本来要来打我拿这个东西智慧 我说你敢打我绝对把你害了 所以这个酒瓶是他刚刚敲的 对 双方争执不休火气都很大 警方到场赶快驾离双方 事发在23号上午 计程车司机认为车站是城市门面 上前劝街友不要大声喧哗 没想到一言不合上演火爆场面 你喝一个酒你也是算的 但是你不能 人家来玩都会怕 城市门面却上演着惊人一幕 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 维护车站安全 记得蔡志恒 金融报道